福里乡公所为了部落族人妇女在今年的丰年季可以戴上亲手缝制的传统花帽 6月15号起北周六在公所的二楼会议室办理传统花帽制作课程 经过三周后今天办理结业成果展 福里乡公所为了部落族人妇女在今年丰年季可以戴上亲手缝制的传统花帽 6月15号起每周六在公所二楼会议室举办传统花帽制作课程 经过三周之后今天办理了结业成果展 乡长表示公所开设的一系列原住民传统记忆先席 就显得格外重要以及肩负文化传承 希望学员们好好研习将原住民规律的手工记忆代代相承下去 公所也会不定期来举办各项文化艺品表演 提升福里乡文化素养 记者高雙雙副理箱采访报道 优伟协议成果的地方 和勤为相承过来更好 优优荣耀